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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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闪电 你们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眼泪根本就止不住啊 彩虹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调的特纯精华薄荷油 只要我一下 直接就能提神 这也太提神了吧 我还以为这是香水呢 很多事情是不能单凭表面来判断的 警告 警告 有任务 是兔厨师 护卫队 招呼的爷爷好像生病了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来 显示任务坐标 目的地 渡村 宇宇宙护卫队 出发 闪电 太后 准备降落 是 准备降落 是 你们好 嗨 大家好 嗨 你们好 羊耳朵姐姐 这么刮可以吗 你们看得非常好 兔村太漂亮了 你好 很好 羊耳朵护卫队 他们怎么来了 你们看 招呼的爷爷总是这样 别急 我马上去找你 马上给长胡子爷爷检查一下 数据显示 长胡子爷爷身体没什么问题 至于爱打瞌睡嘛 应该也是老年人的正常现象 但是 总不能让长胡子爷爷 在梦里过生日吧 是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今天不打瞌睡呢 我们试试这个 薄荷的味道 真贴神 趁长胡子爷爷醒着 咱们马上开始吧 长胡子爷爷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大家 有请圆耳朵小姐为大家表演 我没办法表演了 圆耳朵小姐 为什么呀 那个 我的行李箱不见了 行李箱 我的演出服都在里面 是落在哪里了吗 呃 可能在 啊 在吐厨师家 那好吧 我去帮你去 闪电 等一下 呃 还有什么事吗 呃 其实我想说 也可能是在 长胡子爷爷家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箱子 是在哪儿呢 呃 啊 我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 这样吧 闪电 你去长胡子爷爷家 我去吐厨师家 咱们分头寻找 彩虹 你留下照顾长胡子爷爷 嗯 好的 那我们出发吧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好的 长胡子爷爷 这个薄荷油您收好 嗯 好 你叫彩虹是吧 我突然想到 生日Party嘛 又不是正式演出 所以 我可以为大家表演了 别担心 等你的朋友回来 我给他们再演一次 Music 大家一起喊出来 圆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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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和圆耳朵长得好像啊 不好 可能出事了 这是怎么了 彩虹 彩虹 这是什么情况啊 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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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 你快醒醒 果然有用 我先去叫醒大家 圆耳朵 圆耳朵 圆 圆耳朵 大家都醒了 我的胡萝卜呢 我的苹果和桃子都没了 我的果汁呢 我的彩虹能量不见了 什么 兔村又使妾了 又 又是什么意思啊 一年半以前 兔村曾来过一位白月舞蹈家 名字叫戏尾巴 演出特别精彩 但是演出之后 大家丢了好多吃的 白幼 黄幼 我想我明白啊 圆耳朵小姐 你的行李箱找到了 看起来你准备离开了 我突然有点急事 没来得及告别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总会再见面的 是吧 圆耳朵小姐 我这应该叫你细尾巴 这 你们不会以为我就是她吧 别装了 别装了 你根本不是黄幼 而是会冬季换上白色皮毛 夏季则会披上黄色皮毛的 灵幼 作为灵幼 你还有一项特殊的本领 就是能用舞蹈迷惑兔子 你的行李箱根本就没丢 只是想故意支开我和风暴 对吧 你们想象力可真丰富 但想象力不能成为证据 我还要赶去别的地方演出 再见啦 诶 站住 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想跑 闪开蜃子 我马上给你们解锁 彩虹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吧 鱼耳朵 那是什么 彩虹 彩虹 快醒醒 快醒醒 没用的 这是兔子天生的弱点 它克服不了天性的 这么漂亮 应该是香水吧 不可用 得救了 这根本不是香水 眼泪止不住 淤鱼耳朵 得失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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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能量 能量解锁 主人 谢谢你们 你在长胡子爷爷的生日宴会上捣乱 现在来道个歉吧 长胡子爷爷 对不起 长胡子爷爷 长胡子爷爷 你说什么 长胡子爷爷 对不起 长胡子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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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勇敢的护卫队 翱翔在天空 前进不后退 一路向前冲 闪电风暴彩虹 一轴护卫队 不叫一轴护卫队 未经时刻为你出现 一轴护卫队 呼叫一轴护卫队 勇敢出发 全速前进 athc订队 有长 nut 有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